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做出来的效果也是不好 那么自从我学了自动修理之后 我就运用在家里面 使用那些工具 那么后来到我要做的时候 我在家里比如说我们去拿一吃饭 或者现在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才可以做下一件事情 那么他们都很顺我的意做 而且是很自动的 不需要我去骂啦 劝啦 或者是要讨价还假这样啦 我都不需要 那么我老公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心里想要做什么 我只要心里想 我轻轻的讲一两句话 他们就会照着做 这些都是因为我运用了在八街里面 自动领修理的一些工具 就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现在无论是在家庭 或者是在公司里面 我要做某些事情 都蛮轻松的 可以达到我要做的东西 而不需要骂啦 恐吓啦 或者是劝啦 求啦 我都不用再做这些了